有一位男演员,他曾是选美冠军,旅演痴情男二,赵一新的名字颇为老成,很多人误以为是老一辈演员,其实,88年出生的他也不过34岁,虽然名字陌生,但他演过的剧《网友》却不陌生,楚西峰是王爷护卫,他武艺高强,自己也是一名将军,他不仅撮合了男二女二,还让王爷和云险的女二。 同期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,自己也收获了真爱,被赞是剧中的最强男配,赵一新在剧中虽是配角,但他长相俊朗,一身容装也是英姿发爽,外形很是出众,其实,赵一新本就是选美出身,因为颜值出众,才踏入娱乐圈。 2011年,赵一新成为一名专业模特,拍摄了不少广告和杂志,之后,他参加了完美先生的选秀比赛,拿下了第三期的冠军,由此进入娱乐圈,完美先生是一档纯男性的,全方位展示男性魅力的竞技类真人秀现场节目,和香港小姐的选拔有异曲同工之妙。 所以说,赵一新是选美冠军也属正常,入圈后,赵一新开始出现在各大影视剧中,他主演了情景喜剧女神办公室,在剧中饰演客户总监赵一,还担任了爱情微电影《前世今生》中的男主角俊杰,赵一新外形出众,可塑性也颇强,但入圈多年却始终寂寂无名,娱乐圈中央的位置太挤了,或许容不下那么多人,但曾经来过,也是一道风景。 感谢观看